还有什么矛盾和出口 我感觉她并不是很关心我 因为有一次 我们俩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 然后我在宿舍就出去了 荀子去溜达溜达 然后室友太晚了 找不到我就给她打电话 问我去哪儿了 她来一句 我又不在田径 我哪知道她去哪儿了 对 但是我就是不在田径 我不可能 我从汤山 然后去田径找她去吧 大晚上也不现实 我还住在宿舍里面 最可气的是 我也不是不关心她 再给她打电话 她还关机了 让我知道我就更难受了 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你摄友老给我打电话 虽然我无所谓 但是吵到我摄友了呀 那我只能关机了 我又找不到你 但是我这一宿我都没睡好 她还说我不关心她 其实我特别特别关心她 反倒觉得 她对我没有那么大耐心 根本就是 她爱打台球 那一打就打三五个小时 她不特别喜欢吗 我也能看得出来 我也知道 那我都陪她一块打台球吧 然后我都陪她教我嘛 她都特别没有耐心 一开始我俩在道上的时候 她说好了 她要教我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我也特别开心听着 到那之后呢 我才知道了 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都没有那么大耐心了 并不是 她还说 你真笨 你也太笨了吧 并不是我对你没有耐心了 那我教你 你好好学了吗 我确实好好学了呀 因为这个台球这种东西 对于女生来说 可能而且还 我还不是特别喜欢 我还是为了她 我才去学的 她也有她的爱好 她的爱好就是爱打麻将 我也想学她的爱好 就是她也教我打麻将 输了就得给她买口红 买衣服 那我说的时候 我也给你买呀 其实就是主持人 像她说 我赞不下钱 其实她也赞不下钱 就是之前 我上大学那会儿 和同学一会儿 做了点小生意 也当时也没少赚钱 为了给她安全感嘛 就是白钱都给她了 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吃饭 我现在要点钱 然后我都说好了 我买单 但是她的钱 就是不给我 我多没面啊 因为你的钱 全请你朋友吃饭了 而你说你上大学 怎么怎么样多赚钱 你赚钱我也赚钱呢 我买衣服 我都是花我自己的钱 我也没花你钱呢 那赚钱 不是咱们两个的事吗 那你赚的钱 你全花了 姑娘你今天来干嘛呀 因为我俩相处 这么长时间了嘛 而且也在一起 这么久了 然后我希望她 还是回到家里面吧 因为家里面也啥都有 就是生活压力 不会有那么大 回家乡 跟我过平静 舒适的小日子 是这意思吧 对 她回家以后 打算多久跟她结婚啊 这个不是问她吗 应该 这不是她的 打算多久哦 她说明天你说行吗 那肯定不能那么快呀 后天 最起码得有点准备吧 有点仪式感吧 对对 都准备好 都准备好 就我说的明天的意思是 一切准备好了 明天结婚行不行 可以啊 你看 姑娘想结婚了 要嫁人了 你知道吗 这傻小子还没听明白呢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她能跟我来天津 你叫什么劲呢 你回家不行吗 因为天津这城市大嘛 机会也多 而且我在这边 现在也挺受老板的器重的 我感觉我能在这边落户 卡这儿了 傻小子什么都没想呢 一心一意就是 我要在一个更大的城市 发展我更大的事业 这个婚什么时候结 其实不重要 女生是 哎呀 我都大学毕业了 我该结婚了 我该嫁人了 你快娶了我吧 看起来一组冲突是在 是不是要继续异地下去 在哪儿就业 实际上两个人 对生活的规划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了 你们听听老师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不周老师 是 那是多好的一对啊 金童玉女 两小无猜 对不对 彼此都还爱着对方 你刚才没看到一些小细节吗 就是当赵川老师说 结婚的时候 这个女孩是露出羞涩的 那种笑容 对吧 然后男孩子 他始终没变过 就是说我心里的那个是你 姑娘 对 我们才21岁 你怎么就知道 他未来在天津不能买房子呢 他21岁 年轻 上进 他身上是有无限可能的 那你一定要给到另外一半 坚定的信心 让他能够愿意和你一起来到 其实两个城市也不远 对吧 唐山和天津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对 对吧 让他跟你过来 你把信心给到他 同时要给到他家里人 这方面的信心 这是比较主要的 庞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